在這邊也非常的恭喜今年度172件我們所有的雲林糧品來通過我們的這個來審查 這審查其實非常嚴重 今年度通過還有另外一個例子過去我們大部分都是實體看了之後我們前面的輔導單位來跟我們新宿做綜合的兵庫 然後來現場報告 我們現在都跟他們想想想自己要來報告 我們也要讓他們想清楚未來要走的方向包括要走的通路或是他自己指定的定位 他自己要賣的價格介紹到底是在定位在什麼站處裡面 我們告訴我他自己清楚我們也知道我們要怎麼來做相關的輔導 透過雲林糧品已經行銷到全台灣超過五千多個點行銷的點 那也打出我們國外的市場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雲林糧品的這樣的一個觸角向外延伸 我想我們現在要符合未來SDGS的這樣的一個17項目標當中 不只是要在減碳的計畫當中 我們透過雲林糧品我們要協助他們有碳足跡的一個認證標章 那這樣的話我想在國外的一個行銷會比較有這個競爭力 甚至在碳足跡的這個部分的認證 那我們也讓我們商品能夠升值加急